现在是2月2号下午 我现在打算从天津 然后坐高铁回北京 本来我家里的人说是要开车松我的 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要出来好一点 还是决定做乘机回去 现在街上已经没有什么人 2月2号 刚刚下了雪 我现在就准备去坐天津的地铁 然后去火车站 我们来看一看这一路回去 这一路是什么样的 那我们再出发了 首先到了地铁站 需要先量子体温才可以进站 地铁站等车的人不多 可能因为我这是前几天的原因 所以上了车之后人也不太多 不过陆陆续续的 确实有一些人上来 不过也就还好 大家都坐的比较松散 地铁站也是在循环的播 这种防肺炎的广播 再次提升 出门戴口罩 请洗手 册体温 请消毒 少聚集 请通通 这几天将能一起 全力以赴 做好密集的工作 我下了地铁之后 发现有一面墙上写满了字 上面大多数都是 武汉加油 天津加油 中国加油 地铁站还要一个这样的 迷你隔离间 火车站广场上也没有什么人 这一路上大部分的人都戴了口罩 但是还是有一小小部分人 没有戴口罩 火车站也是需要先测体温才让街 果然上去之后 确实也没有什么人 整个大厅都没有什么人 我今天来了西站 为什么没去天津站 是因为我们家到天津站 需要倒一次地铁 为了不倒这次地铁 所以上了西站 稍微远一点 但也还有好多的几站地 毕竟坐地铁了 没什么事情 不过上车的人确实不太多 我还是等到大家 全部都检票进去了 才过去检票 不过检票 还要摘口罩 真的是很烦 火车上确实没有什么人 整个车厢才三个人 乘务员发给我们一张登记表 让我们登记一下个人信息 在途中乘务员 还为我们量了一次体温 下车出扎机 还需要再量一次体温 并且把登记表交了上去 北京南站也没有什么人 火不其然 坐北京地铁还需要 再量一次体温 北京地铁上也没有什么人 平时在南站坐车 我一般都会再等一趟 才能有座位坐 现在不用 北京地铁上果然也在 循环播放肺炎相关的广播 我现在下了地铁 我现在先去到公司拿东西 没看到路上都没有人 真的没人 拿完东西可能是旁边 在超市买个菜 然后打车回家 哪里 回到的 塑河这里也没有什么人 不过 这倒是正常 因为还没有装人上班 进塑河也需要量体温登记 上车吧 咱们这是没有口罩 不让上车 回去的路上车也是不太多的 进小区也需要登记 测体温才可以让进 现在我已经在家办公两天了 也是一直在家里自己做饭 不敢叫外卖 家门口的超市菜还挺多的 不过消毒水啊 酒精啊 口罩这些东西确实买不到 不知道大家这个年过的是怎么样 不过每天晚上都会刷微博 然后越刷越睡不着觉 就会因为 感觉自己帮不上神盲 而有那种内疚的感觉 还有因为很多事情 然后导致的那种气氛 有人说这是一种应激反应 是不正常的 如果你和我一样有这种感觉的话 希望你可以放下微博啊 然后去做点其他的事情 比如说看看剧什么的 可以调节一下心情 我相信会这样的你们一定是非常善良的人 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身心健康 不过肺炎疫情期间的谣言真的是满天飞啊 我希望大家不要被谣言带着跑 一定要审慎客观的看待所有的信息 我想问问那些发股难财的人 那些不担当不作为的人 你们的心真的不会痛吗 而且我现在特别后悔了 我把钱装给了红十字会 我想向所有奋战在疫情第一线的人 尤其是医护人员说一声谢谢 包括现在正在家里看视频的你 你一样为抗击肺炎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大家这段时间一定要戴口罩 少出门 勤洗手 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健康康的 加油 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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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祥